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大派行榜第一名都是 我们第一集整理去年的各大榜单 这个歌都在里面 现在回想 这个歌怎么那么厉害 你们当初写的时候有这样想吗 因为我知道有些歌手 他们写歌的时候可能会觉得 这首歌一定重 那有一些是觉得 我就是喜欢这样的旋律 不管它重不重都没关系 你们当初是什么样的想法 那你认为 你这又太乐观了 可是其实我们在做那首歌的时候 没有想太多 那那个时候因为戏剧的关系 然后我们就想说 能够跟戏剧合作做一首 属于他们的主题曲 那那一阵子 其实我们在写的时候 是没有看过剧 而且连剧本都没有得看 那剧情是什么你知道吗 他就写第一版的大纲 我想如果有 可能有演戏的朋友就知道 他们那个第一版的大纲是看不懂 对 就很简约的 很简约 这样你就可以写一首畅销主题曲 我大概揣摩 我想说他们应该有一个想法 对于这些角色 然后他们之间的纠葛这样子 那真的很厉害 因为现在这个歌跟那个剧 是完全融合的 对 你没有看片花吗 一点都没有吗 没有片花 就这样写出来啊 对 但是就是希望 我那只是觉得说 如果把这个歌投射到大家身上 大家也可以去套入这个歌的内容 了解 搞了半天是盲写的这个歌 对 运气也好 所以你就知道写歌的时候 我们以为我们自己会脑补 想说他们一定是去研究那个剧情 然后什么没有 他乱写的 虾摆的 也没有 他就凭他自己的OS 内心的自己脑补 然后自己写出来 那当初有写很久吗 还OK 因为其实我写歌都蛮久的 哦 OK 也是慢慢琢磨的 哪一个部分久 是持久还是取久 持比较久 我自己写的话持比较久 你觉得持比较重要 我觉得持对大家的那个套入感比较强 因为我觉得音乐其实是要感动人嘛 那感动人是要大家对你的这个东西有共鸣 所以其实持我蛮认真在写 因为我写不太好 所以我后来花很多时间在写 其他有多写一点 好 因为他很想休息 好 好 觉得 健哥很想休息 你继续努力 绝对不会吵架 绝对不争宠就对了 好 那当然今天我们一定要重温一下 2020经典的歌曲 但最后还是想请你们五位 再说一次 那个什么改变什么改变的歌名 对 还要 健哥 我会想中止 志祺二十分钟 聊了二十分钟 总该想起来那首歌名了吧 我跟你讲 我跟戴晴两个主持人是真的背不起来 是 我会看你们本人背不背得起来 来 预备起 我不想改变世界 我只想不被世界改变 好 考试过关 好 过去 还是来听这首最好记的歌名 想见你 欢迎巴胜哟 欢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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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